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阿布達比海市展的 Marina Bay專用碼頭 而這裡停的20多艘大大小小的艦艇 其中最大的這一艘是在記者後方 這一個巴基斯坦海軍的Yamuk級巡防艦 不過停在碼頭靜靜不動的大船 不是今天重點 是這些浩浩蕩蕩20多艘大小不一的小艇 依序通過參觀台前方 阿布達比海市展第一場正式的動態展示開始啦 首先是阿聯水上消防隊示範水上的小艇救火 不過這不是在台灣被拿來當成娛樂用的鋼鐵人嗎 這種運用可以讓灑水角度更自由、更展開 真是有創意的方法 那接下來就是各國廠商的小艇瑪莉全開的表演囉 不管是小型的特戰突擊艇還是暗記巡邏艇 無不操除最大性能激起真正水花 讓現場買家看的興奮可以立刻下單 不過我們沒錢買的 倒是可以看看別人對於船的設計有什麼想法 這也是阿聯廠商AXUMARINE在烏茲別克的分公司 所設計的追擊者特戰快艇 除了全艇裝甲還在艙內預留射孔 甚至上頭還搭載了武器站 在作戰時能避免人員出艙的危險 低矮的設計增加了逆中性 擁有四部裝甲保固的發動機 提供了2400匹馬力 是在展會上少數飛噴水推進的小艇 但卻仍保有每小時92公里的航行速度 另外一個很搶戲的 是同一家公司產的高速巡邏艇 速度可以達到驚人的111公里 其實樣子就很像競速賽艇 不過看窗子裡面空空 這是一艘不折不扣的水上無人載具 從地中到人員防護不出艙 甚至到高速無人水上載具 阿布達比海市展動態 可以看熱鬧技術的發展 更可以讓人看門道理